曹信成的抗中保台照妖精照出了柯文哲 柯文哲批评人家黑熊学院是一额短 等到曹信成董事长批他是恶意无知 之后他连嘴都不敢回还否认也就罢了 这个周末柯文哲跟慈济基金会的执行长严博文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剧本 严博文先接受联合新闻网的访问 就提到BNT疫苗 当时慈济买的时候有很多工商界大佬要买 然后政府刁难什么世纪大骗局 然后接下来就有什么上报跟着转说 他柯文哲就跟着在那里火上浇油 说是要不是郑延堂这个是翻脸 或者是他最狠的城市中就是护高端 不买BNT然后国民党的主席 今天朱立伦也讲话了 前主席什么郝龙斌什么都讲话了 要请教杰明 是我们在节目里面 发现原来这个严博文 以前是联电的执行长 那联电的执行长跟联电的前创办人所做的抗中保台之间 看起来有一些政治连结 朗东把这个就是我们说 严博文这个底掀出来的时候 让我想起二零一五年到二零一七年 是联电在中国最凄惨的时刻 因为当时中国欺骗联电 要联电去创造一家公司 要联心 而这联心基本上后来也是造成的曹星成对中国非常的愤怒 因为所答应的事情都是假的 你知道联心当时多夸张 为了要建立联心的时候 引进了中国一家公司 就是中国四大 四大这个我们说的电子公司 叫大唐科技 那大唐科技 现在已经被美国成为是被禁止的黑名单 那时候把大唐科技引进进来 然后将四十到五十 三米的技术全部转移到中国 那现在后来联心又得到中国的赞助 逐步的增加他的伸展的功能 当时执行长就是就是颜博文 好那颜博文在二零一七年 在离职之前 还在这个上海的时候 发表一个演讲说 中国将会在电子业有庞大的一个动机 来自于联电联合华人一起在中国发展电子 在发展这个半导体 但是没多久的时候 中国自己扶植两大这个半导体厂商 就把联电从全球的第二个 第二个排名榜一直往下拉 这过程不讲 我还真的没有想起 当时联电在中国被欺骗的历史 你把这个颜博文拿出来 再次证明一件事 中国就是一个撒谎的政权 那我们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特别因为跟林涛讲的这个内容 那我们就回应当时状况好不好 这次我们花了二十四天 终于从五月六月份决定签约 到七月份终于买到的过程当中 路透社曾经引述一位美国官员说 中国距离政治目的阻挠 台湾买进疫苗 应该受到谴责 这是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 那这里面不止如此 美国国务院的亚太副助亲 费德伟 费德伟 他也跟台湾关系还不错 他说中国积极利用疫苗捐赠作为手段 来诱使更多台湾邦交国改变他承认对象 大家还记得吧 当时的状况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其实有一个人也很无奈的说出当时的心情 就是德国驻台的王子陶 他接受台湾中央社的专访说 台湾购买疫苗过程当中 受到某种程度孤立预阻 德政府希望希望德国政府很委屈 希望说希望这个政策不要受到政治干扰 连德国政府都受到中国干扰 那今天这个严博文突然发表这样的一个说法 而我们看到实际基本上 并没有对严博文的说明予以谴责 表示实际的问题是很严重的 我们再说一件事 刚才说这个柯文哲说 这个政言法施生计 我从头到尾就不相信柯文哲说的话 但是上人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 最闹出最大的一个风波 就是为了塑造上人 用这种所谓的这个塑胶陶瓷 做了一个实际的所谓的宇宙大抉择 骗钱 骗钱 这个这个一个要卖三十三万元 但是你再把历史拿出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这个是一个很恐怖的巧合 那么根据资料显示 其实实际在双北拥有 大概五十五万 五十五万坪的土地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有五万坪 对不起 这个池济在双北 就五万坪的土地 可是你仔细看 池济的很成功的 在二零零九年之前 大量的从所谓的农业区 保护地 工业用地 还有绿地 变更成他所谓的置业中心 可是你注意看 二零零九年 之后就结束 最后一个案子 二零一四干 朗东也特别谈到 那为什么二零一九之后就结束呢 因为二零一年 持继去中国发展 所以你看整个巧合里面 我们就说这一切绝对不是偶然 而是因为陈时中得到了 曹新成的赞助 而曹新成引发了双北市民 或者全台湾人民 对中国的一个愤怒 而这件事情看起来看起来 在这些所谓对清宏的这些政体 我想 我讲柯文哲清宏 我相信我们观众没有人任何人是反对的嘛 所以引发了这个所谓的焦虑感 所以才会有严博文用这种非常 没有合乎道理的方式来做说明 事实上前置的合约都是由台积电 跟鸿海一起去拟定的 而实际只是搭顺风车 而且他所公布的实验是比他们之后 所以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打击陈时中 打击曹新成 竟然用以前的颜博文这个执行长 而这个颜博文执行长 当时就是把联系 卖给中国的执行长 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人 对于磁濟来说 当然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联链的 这个总公司也在苏州 而磁濟呢 在苏州也有社所制业中心 所以双方面一定彼此有所的联系 而我们看时间上也对嘛 因为二零一年去苏州 二零一一年的时候 这个颜博文就是担任执行长 那二零一年到二零一七年 最长时间就是联电 把大量技术转移到中国的时间点 所以种种过程当中 到底颜博文要告诉曹新成 什么要讯息呢 还是曹新成必须站出来跟说 颜博文就是当时把我们联电的资产 卖给年新的那个家伙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曹新成先生曾经说 他是一个流氓 然后中共是用这个 黑社会的一个 伪装成政府的黑道组织 确实是这样 所以台湾所面临的这种认知作战 以及内应所谓内贼的 这个力量的快速跟遍布不同的组织 是真的非常危险的耶 是真的非常危险的耶